哈囉我是江江 在這關榮耀墮玉 的第一關 這個地方啊 你會拿鏟子去砍掉那個 這個敵人 那從這個小屋呢一直往前走 右轉 穿過這個小屋 然後這邊有個推車啊 推車旁邊有個 第一本 那個 野戰手冊 那因為我之前已經拿過一本了所以會有 第二本在上面 所以等一下如果拿不到的話 就 就代表你之前拿過了 接著拿完這一本野戰手冊 準備要拿第二本的時候啊要先越過這個田地 就這樣一直跑一直跑 前提是這個陣地要記得要先清掉 避免遇到敵人 然後穿過這一棟 這棟大的建築物 然後在這個小建築物這邊 開門 就可以找到第二本 下來了第三本那個野戰手冊啊 從這個屋子 對面 一直跑 穿過這個小陣地 穿過這個小陣地 這裡敵人我已經殺光了所以不會跑出來 然後一直跑跑跑跑跑 穿過這個小帳篷喔 然後旁邊有兩個睡的 睡的地方嘛然後再往前走 這邊就有第三本 野戰手冊 接著呢 從這邊直走 經過這個壕溝的時候走這個小路 一直往前走 會經過這個野戰的這個戰地有沒有 然後 穿過這個 這個地方 會有這個瓶子的地方 走上去 然後繼續往上走 然後右手邊 有這條小路 一直往上走 中途可能會遇到敵兵要小心點 跳過去 穿過這個小池塘 旁邊有個小箱子可以拿起來 就有那個戰爭手冊 接著第五本戰爭手冊啊 我們往回走 在這個右邊 前面前方個碉堡 在那個碉堡裡面 就會一直往前跑 然後衝進去 的左手邊 就有 這個 戰爭手冊 就在這裡面 那因為我已經拿了 所以不能再拿第二次 對 我們在這兒 我們下一個